小伙子 你最好别多管闲事 有些事情才是不知道的好 要不然的话 你会惹上杀神之祸 而另一边 七姐妹中的大姐和小丽 正在病房里看着电视 可诡异的是 电视里却突然播放起了 七姐妹十五年前 在老宅丽下都市的画面 我们发誓 我们发誓 一号公里年轻月十四 我们都要到这来机会 不知不来 不来又怎么样 不来就死 不会的 是啊 死都要来 伴随着一声巨响 大姐当即云子了过去 危急之时 幸好青云及时赶到 这才开车带着大家离开了这里 在路上青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最初是因为七姐妹违反了誓言 不想去参加聚会 所以遭到了诅咒 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 然而就在几人交谈之际 一个黑影突然从车顶钻了出来 几人被龙婆吓得趁机逃窜 竟然来到了七姐妹当时做约定时的废弃老宅 而今天也恰巧是7月14日 几人断定 龙婆也应该是受到了诅咒的控制 所以才引诱他们来到这里 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 几人壮着胆子走进了这栋老宅 随后几人在房间内 找到了一本死亡笔记 就在这时 小丽发现大姐不见了 于是连忙追出去找她 而此刻的屋内被白雾环绕 青云和搭档分别被纸牌和铁架 阻碍了前进的道路 大姐此时被诅咒控制 准备杀了违约的小丽 小丽被逼到窗边 姐姐败退 她脑袋一动 唱起了小时候 七姐妹经常一起唱的歌谣 可尽管这样 被诅咒控制的大姐 却依旧不为所动 随后她毅然决然地抱着小丽 从窗户上套了下去 小丽依然坚持地唱着那首歌 就在坠地前一刻 大姐终于被歌声唤醒了 一转身把小丽换到了上面 自己则当了店被当场死亡 事后清云和搭档也解除了控制 随后两人找到了小丽 准备带她离开 就在此时 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再次响起 来吧 这里很好玩啊 过来吧 这里很好玩啊 快点到这里来呀 快点来 过来吧 这儿很好玩的 一块儿来啊 你们不是对我们的话题 很有兴趣吗 是啊 时间到了 我们一起玩吧 不过 来过以后 每年都要来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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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